異面的意是什麼意思 對啊為什麼叫異面 來姊姊你剛才說那個國文的部分 來來來 這跟國文有什麼關係 這個跟國文大有關係 跟那個 一種異面是不是一種異面 異面名稱與其由來眾說 紛紜有下列幾種說法 來 有人說 有人騎到一個 我覺得 很荒謬 他說 有一種就是 他是因為擀面的時候 你要很出力 你要擀面你會 會發出 意的聲音 所以他叫做意面 大家今天來看 VTuber報新聞 耶 雖然大部分應該都認識我們 但我們還是要稍微自我介紹一下 大家好 我是今天的主播 子舞計畫的 Seki 你們晚安 晚安晚安 姐怎麼突然講話變這樣 欸 什麼意思 我不是都這樣嗎 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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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點奇怪 聽起來有點 聽起來有點奇怪 其實你不要隨意 這樣子好嗎 哪有 我覺得我剛才學得很像 但是 大家好 我是今天 集氣質美貌 恩 智慧 與醫生的 黃啓拉莉 OK 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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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誰是正宗的呢 大家有沒有平常有沒有在吃意面 沒有 排式的一個美食 其實很多種食物我們都會叫意面 但其實他們雖然都叫意面 但長相卻有非常大的差異 台灣的意面呢 是我們在小吃店常見的美食 像是 下魚意面 鹽水意面 跟 鍋燒意面 等等的 都有各自的擁護著 雖然他們都叫做意面 但是呢 長的都不一樣 所以顧客有時候在點餐的時候 會覺得有點混亂 一般的時候 鍋燒意面會有一個 餅狀油炸麵 有點像泡麵的那種感覺 鹽水意面是細長條 偏黃色 就是有 感覺會很有 鹼 鹼味的那個 算油麵嗎 不知道 而且製作過程還會使用鴨蛋 欸這點我倒是不知道 但是為什麼都會叫做意面呢 差別又在哪裡呢 我們來看一下這則報導 這是鍋燒 那它 山魚意面 鹽水意面 還有鍋燒意面 全部都叫意面 端上桌 大家幾乎下意識 只能辨認是拿走美食 但其實仔細看 麵體大油不同 卻通通成為意面 我是不愛吃鍋燒意面 我其實也不知道 妳也不喜歡 是習慣 我也不知道 對我的經驗 那意面就在一個有在的 因為成果至今 就一直以來就是都這樣 就是中間 找不到新的名字可以記帶 就都叫意面就好了 就有網友 問我提問 哪個才是意面 有人會說 意面分為有炸跟沒炸 有加蛋的 都算意面 經過油炸 對對對 一般的意面 可能是鹹水意面那一種 但意面是用這一種 南部早餐店 常吃的鍋燒意面 使用油炸麵體 這叫鍋燒意面 不能吸飽湯汁 不過意面真的好多種 鹽水 南投 鍋燒 扇魚 差別在鹽水意面 不加水 加鴨蛋 有特殊香氣 麵體是金黃色澤 南投意面 則是用麵粉加鹼 外形細扁 當地人又稱為右面 鍋燒跟扇魚 通常用同一種 麵條炸過成圓餅狀 更輕也更容易吸湯汁 鹽水意面 跟加的意面不一樣 鍋燒意面是有加過的 然後鹽水意面 是用鹽水做出來的 有那個鴨蛋 台南在地鹽水意面 加肉燒豆芽 製作過程 有麵粉鴨蛋 不加一滴水 吃起來Q彈有嚼勁 明明是不同麵體 卻都叫意面 乾吃煮湯 不同配方口味 這時刻來說 好吃最重要 原來這個都叫意面 但我覺得鍋燒意面 長得很像 就長得很像是一種 人家吃過的麵 我都覺得 怎麼啦 不知道耶 就是很像是 蟲煮麵的感覺 不是就感覺它皺皺的 因為它炸過吧 是不是 對啊 可是泡麵又不會有那種感覺 我覺得我 我覺得我對鍋燒意面還好 是因為它那個 它就是 它不會先炸過嗎 然後再放進一個湯裡面 然後你就會吃到那個 被泡軟的炸過的感覺 我就是超討厭那個口感 所以我超不喜歡那種 排骨酥 或者是任何就是 泡湯的炸物 對對對對對 意面的意是什麼意思嗎 意面的意是什麼意思 對啊 為什麼叫意面 來姊姊 你剛才說那個國文的部分 來來來 這跟國文有什麼關係 這個跟國文大有關係 是不是一種意面 意面名稱與其由來眾說 紛紜有下列幾種說法 來 有人說 我知識的時候 有人說 我覺得 很荒謬 他說 他是因為擀麵的時候 你要很出力 你要擀麵你會 會幫你出力 意的聲音 所以它叫做意面 我覺得 我覺得就是它了 我覺得原因就是這個 絕對沒有第二個原因了 就是它 一定是因為擀麵我一一腳 肯定就是它